在网路上读到一段很有趣的段子 跟大家做分享 有一个女孩把她新买的iPhone 放在她的钢琴上面 她的同学走进来 看见之后跟她说 你真假掰啊 把这个iPhone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上面 女孩笑笑对她的同学说 我弹的钢琴是400万的钢琴 但是在你的眼里 却只有一台不到4万块的手机 女孩的妈妈走进来 冲着她女儿讲 你住的是上亿的别墅豪宅 但在你的眼中却只有400万的钢琴 接着走进来的是女孩的爸爸 对女孩的妈妈说 你有身价百亿的老公 但是你的眼里却只有个破别墅 这个时候突然云层打开 一道光洒下来 仿佛是他们的累世祖先 用一种很空灵的声音 充满A口的声音跟他们说 你们肩负着振兴国家改善人类生活的伟大使命 而你们的眼里却只有银行里的存款 很有趣的一个段子 我看完之后其实想了很多事情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你我的焦点会决定于你我的在乎 在心理学的感官知觉研究里面 有一个现象叫不注意事忙 什么叫不注意事忙呢 简单来说有很多事情它可能每天发生在你触目所及的地方 它可能很明显 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发现过它 我记得我曾经住在龙潭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呢 我的日子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夫 理论上来说当个家庭主夫 应该要对于周遭的一个生活世界 到底哪里有哪一家店 哪里有什么样的供应 要非常的清楚 但不好意思 一直到我开始待在家里面 并且开始往外走 走路运动的时候 我才终于把我家方圆一公里以内 各自有哪些店家 哪些店家它的开门的状况如何 它供应什么样的产品 才弄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过往的习惯里面 如果都只是开车 都只是骑车 我的视野 我的角度 会只有发生在我的家 跟我的目的地 而这中间发生的一切 经过的一切 都不在我的视野里面 一直到我用两只脚去走路 放慢我的速度的时候 我才终于发现 我每天我自以为很熟悉的周遭 到底长了些什么在那里 所以你不妨想想 你每天触目所及次数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可能是你手机的桌面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你应该觉得自己对于手机桌面上面 有什么样的配置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你不妨把眼睛闭起来 想象一下 你能够在脑中勾勒所有手机桌面的细节 这些细节包含桌面上有哪些APP 它们各自的位置 而这些APP的按钮 它是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字体 什么样的标示 你每天可能都会以为 你很在乎手机的收讯如何 然而在你的手机收讯讯号的展示 它是怎么样展示 怎么样让你知道它收讯很好 而怎么样让你知道现在的讯号很微弱 你每天也会上网 所以你应该会很在乎WiFi的一个呈现 而WiFi在你的手机桌面上是怎么呈现的 当讯号很强的时候 跟讯号很弱的时候 它们各自长什么样子 如果你真的一步一步的去思考 在你手机桌面的这些细节 你可能会发现 你每天眼睛所停留次数最多的地方 却不如你自以为的对它有这么熟悉 这就是不注意事吗 我们的专注力可能只放在你今天常用的那几个按钮 你今天常用的那几个功能 而其他发生在周边的一切 你可能都会下意识的直接把它忽略掉 就像刚刚那一段段子 在乎iPhone的 在乎钢琴的 在乎别墅的 在乎自己身价的 跟在乎在整个时间众生当中 真正对生命有意义真正重要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呈现出来的讯息是简单不同的 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试着拉开我们的焦距 把我们的眼神从习惯的焦点 稍微做一点点转移 试着去感觉这样的转移 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不同 而不是太快的去评断 当我们的大脑开始去评断 这是我要的 这是我不要的 这是我在乎的 这是我不在乎的 你就会发现 你可能会损失掉很多 近在咫尺的宝藏 因为你一直忽略它 当我们开始去感觉 而不是去判断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更多 更值得我们在乎的事 可能是你孩子的笑容 可能是你双亲的白发 或者是你创业伙伴 他们的汗水和泪水 甚至于一直在你身旁的朋友 他们的关怀跟支持 当我们只活在 我们自认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错失掉很多的美好 这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吗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学习 怎么样把自己的感官打开 真的去懂一个人真正的在乎 还有他真正的状态 那么我们在3月6号开课的 学问高难度对话的万文问切 这一门课会帮助你 详细的资讯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你都可以搜寻得到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